如何判断一个念佛人 命中后是否真的往生极乐世界 助念的人看到的内向 听到的天乐 闻到的异香 以及火化后的坚固子 生者的梦境等 是否可以作为参考 鼎盛眼神天的说法 出于何种经论 许多年有发心流通 往生助念的光碟 但是很多教外人士 看了之后批评我们是搞迷信 说连法轮功李洪志 也会利用现代的摄影技术 给自己搞点什么佛光莲花来 把净土法门于邪教相提并论 我们听得非常难过 教内也有好心人士 批评我们不应该大肆宣传 怕稍有不胜不实之处 即使以弘法之心 行绑法之事 请教师父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判断一个念佛人 是否真的往生 是要看他平时的阴形 不是看他灵命中的样子 灵命中的样子是种种不同 如果你以内向 种种内向作为一个参考判断的话 那么外道也有内向 他升天的人也有香气 也有光 这个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 那么火化的坚固值 这也不能作为依据 所以依据还就是他平时的 信愿持民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不要把这个参考系数搞错了 那么注念的光碟的流通 确实要慎重 一定要考察的比较缺错 才去流通 那些逝世而非的东西 会引起社会畸显的东西 尤其那些太注意那些内向了 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走偏 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炒作的时代 都是喜欢搞内向 搞神童 搞感应 搞什么 真像李弘这样 他还坐在莲花上 他还有佛光的圈 这些东西都是搞得不能不内 而且这些人搞得比真的还真 所以我们念佛法们平时 平时下来 老实下来比较好一点 不要用那种神奇感应内向 去招揽他的必多利少